大家好,这里是苏晓和批评书 今天从这个南方的佐治亚洲传来的一个最给力的一个消息 是一个叫做普利策 这么一个牛逼轰轰的一个调性码的专家 然后他做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演讲 用他的专业知识完美的揭露了佐治亚洲出现的大量的惊人的粗糙的无耻的选票舞弊 所以你要记住他的关键词叫选票舞弊 什么是选票舞弊呢 就是那张纸 一张选票就是一张纸 所以这个调性码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基本上去超市买东西 买任何东西它都有调性 你买一辆车也有调性 你买一块蛋糕它也有调性 这个东西是这个叫普利策哥们发明的 这个哥们一看就是个天才的样子 然后他在佐治亚洲的听证会上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里面涉及到特别多的一些个专业的东西 说起来听的是非常的拗口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调性码的知识 没有足够的计算机的知识的话 你是听的是一头雾水 但是他有些很严简意盖的东西 我把它摘出来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加一个分析 离开美国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人民 老百姓爱国者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干 知道吧 我们今天就讲这么一个话题 好吧 首先他是这样讲的 他是我们美国 一直以来 从华盛顿以来 他都是建立在什么的一张纸上面 这张纸当然就是选票了 是吧 没有选票的就没有美国 是吧 每一个总统都是选出来的 所以普利斯老先生也不老 看上去也就是跪四五岁样子 五十多岁应该 也许他长得年轻 说他说他可以通过这个看这一张纸 任何一个选票 你你你只要给他 不管你是纽约的选票 还是加州的选票 还是佐治亚州的选票 你任何一张选票 你你你只要给他 然后他就可以几乎立刻就判断出 这张票到底存不存在一个舞弊的行为 所以这个这个普利斯就指出 他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看这个五十万张选票 比如说佐治亚州有那么多这个线 是吧 一个线有多少多少选票 几十万张 他根本就不需要花有多少多少人 然后去什么查什么身份 验签名 搞这个内戏的根本就不需要 你知道吗 他可以用一个人几个小时 通过他的一个非常牛叉的设备 他可以迅速的把五十万张票里面的 所有的有选举舞弊的行为的所有的选票 都可以把他迅速把它抓出来 然后他在现场的时候演讲 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演示 一个PDF的 或者一个视频的演示 相当的漂亮 而且他在现场 他还干了一件更加令人叫绝的事情 他当着所有听众的面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 他用他的电脑就直接就进入到了这个整个 整个佐治亚州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电脑系统 就是Dominion系统和这个Smartmatic系统 然后之前佐治亚州的州长也好 州务卿也好 还有其他州的一些官员也好都宣布 然后美国的这个选举系统是没有连接互联网的 你没有连接互联网的话 你没法在后台操作 然后我们知道很多个信息 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系统 Dominion系统或者Smartmatic系统 他甚至在一两都可以操作 那在中国操作的分分钟的事情 随时可以在后台修改数据 这会儿他这个哥们绝对牛叉 他现场就演示 你看我怎么进入他的这个什么 啊所谓的这个投票系统 啊随便可以进去 然后立马就可以看到后台的数据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 他是一个是一个科学的大佬 在这里给你完美的演示这些东西 因为接下来佐治亚州 马上就要搞这个参议院的选举嘛 很多个不管是川普总统还是 是磕水桥都要过去去拿票吗 你说有这么一个系统 你的后台有人修改数据 你怎么跟他玩呢 你没得玩我跟你讲 所以他他讲他说 他告诉这个在场的所有的人 而且尤其是告诉这个佐治亚州的议会 啊就是立法者吧 告诉这个佐治亚州的议会说 他刚刚黑进了佐治亚州的一个投票站 的Dominion系统的投票系统 啊所以呢普利斯证实啊 佐治亚州的第二轮选举是连接到互联网上面的 啊而且他在投票中心的一个投票站 还建立了双向的通讯 你知道吗 他非常的流差 所以他马上就说啊 他说此时此刻 我在这个线里面的一个投票地点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设备进入投票台系统 我们也事实上我们的确就是可以进入的 啊然后他继续说 而且他不仅他不应该有WiFi 啊这不应该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了他的两种实时通讯方式 也就是说他在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时候他都可以去干啊 他他可以接收别人的数据 他也可能把这个数据发送到任何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啊 他说这些事情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这是我们美国一大的美国的一张纸 每个人的选票啊 他不应该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有WiFi系统啊 这个这是犯罪啊 然而这些东西正在那里紧多密鼓的进行啊 每个人都在那里这个投票 而且每个人的数据的都被释放给一个遥远的 他啊跟我们毫无关系的 也许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一个电脑上面 你可以在后台实时性的就修改你的投票的记录 任何人都都无法发现啊 然后他就解释啊 解释说一个坏的行为啊 就是一个偷窃者啊 疑似就是偷窃者 偷票的人在后台修改数据的人 他访问这个Dominion系统的这个系统以后 他是怎么破坏整个真实的选举数据的啊 然后这个把这个整个系统都搞了一遍 完了以后当时所有的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个立发会的 就是所谓议会的议员都惊呆了是吧 然后就一直通过了一个协议啊 然后就使用这个普利车的他的呃 这个观察的方法 审计了这个什么富尔顿县的一个缺席的选票 然后这个佐治亚州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和参议员 司法委员会成员周三举行的听证会啊 然后对这一系列的东西进行一个记者招待会 现在都已经出去了啊 所以他非常的非常的聪明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大概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啊 至少在这个7400万爱怪者中间了 已经广为传播啊 闹得很大啊 啊所以他基本上后来就是个什么格局呢 就是民主党或者说由民主党把控的啊 比如说像佐治亚州的两个两个官员 一个州长周五群他是共和党人 他们这些人呢故意将共和党选区的选票 在印刷设计时就产生不会有人注意的啊标尺记号不对齐 然后读取投投票的数据时自然产生的大量需要技术人员啊 裁判的一个选票于是某些未及任何授权的技术人员 就有机会将成千上万张此类选票随意的判给民主党的候选人 而且可以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你知道吗 他是这样玩的而且他还说这种这种这个在投印刷设计时就产生 不会引起注意的标尺记号不对齐的现象在民主党控制的都是没有的 主要是发生在像佐治亚州这种共和党的选区啊 他觉得所以在德州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结果被逮出来了 但是佐治亚州现在还没有被逮出呢还在交进那那两个货车还在这个死住 不法开水汤还在那里啊玩抗啊玩这个抵抗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哎呀所以这个这个美国人的内心议员呢还有很多人就讲 这是个这因为他是个听证会嘛 他没有是不是陈送到法院里的嘛 他完全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发布会 听证会就是信息发布会 就是告诉美国佐治亚州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这些人是怎么怎么样通过这个数据后台修改这样的数据的 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这个什么啊 裁减数据的技术人员怎么样从后台去改变这个选举数据的 从选总统啊到这个选议员 然后到马上过两天要选参议员都是这么干 而且更吓人的是美国啊这个佐治亚州这一套东西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一套一套随时可以修改数据的随时可以舞弊的行为 接下来要选参议员我就不明白这个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 跑过去拿票有什么用 还有这个美丽的伊班卡跑过去拿票有什么用 那没什么用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整个这种系统已经完全就是一个极其腐败的行为 所以这个这个普利斯讲的 但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就是在一张纸上面 这张纸是每个人填写一张纸 这个纸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他就他通过这样的分析 他说我非常轻松的我就能够发现你只要把这个数据 你给我把所有的票你放在那里 我几个小时我就给你搞定 我用我的系统给你搞定 他非常简单 那想不到的是当这个普利斯开了这样的听证会 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演讲以后呢 完了以后这个佐治亚州的很多个县 就开始偷偷的就要把这些选票就要销毁掉 把这些系统的数据要销毁掉 我跟你说佐治亚州接下来会有 会有滔天的巨难会发生 这个地方的这个犯罪啊 真是非常的吓人 我跟你讲啊 真是 但是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我们也 我们觉得是很好的消息啊 虽然在法庭的层面 司法层面 你没有没有这个法官来接这个案子 但是从民意的层面 从美国的公民的知情权的层面 从信息传播的层面 从道义正义的层面啊 川普总统拿到这样的东西 这么优秀的这个条线码的专家做这样的解释 所以非常非常有说服你的啊 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 这是今天发生的最大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很多的这个 美国的基督徒就在讲这个圣经里的这个启示嘛 就是掩盖的事情呢 没有不露出来的啊 隐藏的事情呢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啊 马太福音里面的话 我跟你讲啊 然后他们就希望这个啊 佐治亚州的议会 能够根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协议啊 重新按照这个普利策的方法 审核啊 选票 将被民主党拜登集团 盗窃走的选举的结果 归还给受害的川普总统 和其他的共和党的这个 议会的这个候选人啊 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已经发烧的非常厉害啊 现在是群情激愤啊 你只要进入美国的这个 那些真正的英语的这个推特里面 还有各种社群里面 包括我我我亲上牛奶奶那些啊 那美国的爱国者的网站里面 你们会看到现在是现在像火山一样在爆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有很多个地方都出现了一些标语嘛 就过去就怎么讲的呢 就说川普总统呢 他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但是我们不会让他这么去孤军奋战 我们7400万爱国者一定会站起来 一定会去帮助川普总统 不是川普总统为我们而战 而是我们应该为川普总统而战 应该是这个是这个逻辑你知道吧 而且就发生了强大的一个集结令啊 就1月6号一定在华盛顿DC要见面 所以川普总统已经好多好多次啊 跟美国的爱国者打了招呼 你们一定要来啊 所以1月6号觉得是个大决战 而且这个决战是在美国的意识上 觉得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残酷的 也是最惨烈的 也是流转美国命运的一场真正的大战 他们说这个什么华盛顿 当时建立美国的时候 他的对抗的对手是谁啊 那当然是英国了是不是 独立独立战争嘛 美利坚和中国独立嘛 那林肯对抗的是什么呢 对对抗林肯打的是内战嘛 就是一半的美国嘛 南方嘛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们的敌人其实都不强大 都没有川普总统面临的敌人强大 那罗斯福对抗什么呀 罗斯福当时跟丘吉尔打仗啊 他们两个人联手打这个西藤恶打法西斯啊 所以罗斯福对抗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法西斯而已了 他里根对抗的是谁啊 里根对抗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个苏联 社会主义国家呀 你说是不是啊 只有川普总统的对手是最强大的 因为川普总统所对抗的是整个世界的邪恶的实力 是deep state是暗黑实力 川普总统是最难的 他的身上的担子是最重的 所以这些人就讲 他说我们1月6号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一定会在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乡村都发出我们的声音 而且有一定有几百万人 500万600万甚至1000万人去到华盛顿DC 去彰显我们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还是那句话 当你看到这么多信息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么优秀的这个条线码的专家 在如此完美的呈现了佐治亚州的人 怎么去偷切这个选举的果实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国现在走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 宪法的途径是走不通的 这么好的这个这个宣誓词 这么好的这个证词 这么好的事实 而且是现场给你演示 你随便给他拿张票 他就演示过 只要你是个假选票 只要你那个选票上面被作过弊 我立马就给你看出来 屡事不爽百发百中 你知道吗 那根本还把那比之前我们知道 厌日三大洲曾经同意这个抽一百张票吗 然后去看这一百张票有多少假票吗 或者多少多少难票吗 结果一百张就抽了 就出现了三张这个假票啊 有问题的票是不是 百分之三 这大家想百分之三个不多吗 是不是 我告诉你在佐治亚州情况严重的多 这是民主党花了很长的心思搞的这个东西 这里面有很多个因素你就知道 为什么爱国者现在火山一样马上要爆发 因为你因为你这个系统连互联网 这就破坏了宪法 就这么一件事情 整个这个佐治亚州的选票就作废 就要宣布是川普总统获胜 知道吗 不可以这样做 而且你连了互联网以后的话 你国外的势力也进来了 你中国伊朗啊 甚至是俄罗斯 甚至委内瑞拉 这样那些国家都能进你的后台 那你说这个东西还怎么玩呢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不要低估美国人的路火 不要那些什么建制派的官员 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 你们不要低补美国人的忍耐的程度 美国是老百姓说了算 公民说了算 不是你们这帮坐在华盛顿DC里面 吃喝嫖酒的家伙说了算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回应早期日子 林伍德的律师他说的一些话 当时很多人就在那里骂他 我当时就不知声 我觉得因为林伍德他这么大年纪的人 六十七十岁的人他没有必要赶这个风头 去说一些过激的话 完了以后 你以为他嘴巴很大 不是这样的 他的信息基本上都是稳稳的 你比如说他这两个人说 他其实他手上有关于这个什么 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茨的这个 这个呃 猥亵或者是什么念童癖的这种这个 视频材料或者照片 所以他把话说的这么难听 而且是直接直接点这个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名 你想想 这两个人一个一方面 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一方面呢 是一个普通的律师 只不过比较有名而已 这两方面 如果你从政治势力层面来看 那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是不是 虽然美国的这个啊 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但是你你直接告诉我这个 这个罗伯茨点名书 你有这个啊 念童的视频在我手上 这可是也要吃官司 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啊 你说是不是 你一旦要真打起官司 你要你的话没有没有实锤的话 那你那你不陪他家底抄天呢 是不是 你不把脑底做穿你才怪的去了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是有 所以罗伯茨屁都不敢放 就让他说 真的 所以你要知道啊 比如说哎呀 比如等命运系统 或者那个smart medic系统 要要起诉这个包二 那你我的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说 嗯 那我当这个包二的律师好了 我给他把演票 为什么他有实锤的财量 他不怕 他你真敢起松 他到现在都为了屁都不敢放 是不是 还有就是什么 之前他他主张佐治亚州的这些 这些个玩意儿 什么等命运系统 什么检票系统 什么工作人员 这些一切的选举的流程和设备 如果不改的话 他不建议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些公民呢 去给那个所谓的两个参议员投票 因为你是你就是陪着别人演戏 最后你毫无疑问的 这两个参议院的位置一定会被这个谁 民主党拿走 然后整个参议院在联邦层面 你民主党占多数 然后到了以后你会发现 参议院也是民主党的 众议院也是民主党的 然后如果他们把川普赶走了 那白宫也是民主党的 他们要的是这个结果 你这个时候陪他玩什么呢 我看网上有些人很聪明 那你如果是不改了 那我不投算了 随便你们玩 我爸爸的你们毁灭算了 那你想你这个地方 都已经是个锁多马了 我干嘛要为你祈祷呢 我干嘛要挽敬礼呢 你还不如上帝降下一顿硫磺火焰 把你烧毁了算了 他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判断 从今天我看到的这个什么 调新马的专家说的话 我就知道林伍德的这个信息 他肯定比我们要要早那么一段时间 他手上有很多机密的信息 包括他对彭斯的怀疑 包括他直接点名啊 像之前骂巴尔 他都是有谱的真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也知道 哎呀说一千到一万 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民 7400万爱国人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起来 1月6号见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